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沉香醉梦》,关注身心健康,创造美好生活,我是小梦。 我和录音结婚五年,是所有人眼中的完美好老公,甚至被八卦杂志评为过爱老婆第一。 人人都羡慕我们,却不知道这段婚姻里,我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。 这五年,她永远是那般不冷不淡的模样,而我也慢慢磨平了当初追逐她的热烈爱恋。 我知道,在她心中,我终究不是那个人,那个让她一难平的人。 于是我提了离婚,主动离开,可一周后却被她堵在了新家门口。 苏承,她看着我,眼圈通红,你为什么不要我了? 今天下午,刚回到家,郑秘书就给我发了信息。 先生,陆总今晚有应酬,大约十点半到家。 我看了一户手机,回了个,好的,谢谢。 十点半,她那时候应该已经吃过饭,估计还喝了酒。 我只需要在浴缸里,帮她放好水,将换洗衣服,放在浴室就可以了。 做好这一切,刚好十点一刻,我想了想,给厅里留了盏灯,便去睡了。 泥泥呼呼之间,似乎门口有开门声。 浴室水声哗啦,激进入梦之时,身侧突然出现一抹香气。 温热贴着我微冷的后背,我迷迷糊糊地转过头,她的吻泽精准地落在我的唇上。 应该是有点醉了,你怎么这么早就睡? 她在我耳边蹭来蹭去,有些累,可她却依旧抱着我不放。 算了,每次醉了就这样,不由着她,总是会哼哼唧唧。 也许这是她唯一会向我撒娇的时候,也许只有这一刻,我才觉得自己像是她的丈夫。 我无法拒绝她。 静兴之后,已是深夜,她在我臂弯中沉沉睡去,我却有些睡不着了。 起身给自己倒了杯红酒,我独自坐在客厅,望着墙上的婚纱照发呆。 到底,什么时候提离婚好呢? 我和录音是大学里认识的,那时,她是光芒万丈的女神,家世好,学习好,长得漂亮,简直是完美无缺的存在。 我对这样的女生心生爱慕,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 那时的我也算脸皮厚,只可惜追着她跑了两个学期,做了很多傻事,却依旧没有打动她。 还记得那是个下雪天,我亲手做了她爱吃的甜点,站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她,却等来了她一句冰冷的苏承,你别再来找我了,我有喜欢的人了。 我曾经也不服输过,以为这不过是她拒绝我的托词。 直到一次偶然,我见到了她的心上人,林生。 我看到她小心翼翼地帮她整理衣巾,俏皮地摸着她的发,满目爱意地看着她笑。 还有,轻轻点起脚尖,印上的那个吻。 我才知道,原来录音也会这样喜欢一个人,只是那个人,不是我。 她和林生的事很快传遍了学校,女神和贫困生的恋爱,令林生饱受争议和议论。 大家都觉得,她是个想攀附陆氏的凤凰男。 但录音却始终护着她,甚至为了她,动用家中关系,进了学校的八卦论坛。 只可惜,这般轰轰烈烈的爱恋,最终还是没能完美结束。 录音和林生分手的原因,录音从未对我提起过, 但听说是因为录音想让林生毕业,就和她结婚,做陆氏的上门女婿,但是林生不愿意。 她说自己不愿做依附女人的男人,要自己去闯出一片天。 不少人见过他们两人在校园里争吵的模样,就这样,吵架和好,又吵架,终于在林生决定回乡,去做乡村老师的那一天,他们分手了。 半年后,录家和苏家有个项目合作,我和录音又有了交集,因为项目,我们又重新熟悉了起来。 现在想想,我可能算是程序而入吧,我依然像几年前一样,对她很好。 我会将自己在苏氏学到的心得与她交流,在她应酬时提醒她少喝酒,也会在每次应酬结束,护送她回家。 三个月后的一个血液,她在公司楼下看到被动得瑟瑟发抖的我,突然走过来问,苏承,你就这么喜欢我? 我默默地看着她点了点头,是啊,我是一直很喜欢她的,她笑了笑,那,你要不要和我结婚? 刚结婚时,我也是对这段婚姻充满热情的,甚至可以说,过去五年的大多数时候,我对这段婚姻都是充满热情的,因为我喜欢她。 我也曾天真的以为,她之所以主动和我说结婚,是因为她也喜欢我。 所以,即便她很少回我信息,即便我需要通过陆氏的秘书知道她的行程,即便我们除了例行的夫妻生活,好像再无更亲密的举动,都未曾磨灭我对她经久不变的爱恋。 她是独生女,要继承家业,我家里却有个哥哥,日子过得相对轻松。 陆老爷子严厉,陆氏懂事会的人,也对年纪轻轻的她,多有为难,我知道她一直很难。 所以,经过深思熟虑,我放弃了做苏氏的管理层,来到陆氏,帮她管理当时最混乱的分公司。 我知道她一个女人想在这么大的公司站稳脚跟有多不容易,所以我尽量不让她操心其他事情。 即便累病了,我也不会和她说,而是一个人去医院。 直到那天,我不小心翻出了一个盒子,里面那一份文件显示,她持续几年,都在匿名给一个乡村小学捐款。 而那位乡村小学的校长,为了感谢这位匿名的好心人,每年在接受捐助后,都会手写一封信作为感谢,请相关机构代为转交。 那些信,整整齐齐,马放在箱子里,甚至没有多余的褶皱。 而那个乡村小学的校长,是林生。 第二天起床后,我安排阿姨在厨房做早餐,录音突然走到我身后,抱住了我。 我吓了一跳,回头看她,你今天要在家吃早餐吗? 她点点头,嗯。 阿姨愣住,呆呆看向我。 我则为难地看了眼阿姨手中的食材。 以前,我总会让阿姨备好两份早餐,不论她是不是在家里吃。 因为,她总是走得比我早,每次可以一起吃饭的时光,我都珍惜无比。 但最近,我都没再让做两人份了,总觉得,有点浪费粮食。 那,你先吃这份吧。 我将阿姨煎好的蛋卷,装盘给倒塌。 她看着盘子,微微震了下。 你趁热吃吧,我一会儿不去公司,直接去供应商那儿,路上随便吃点就行。 我将牛奶也放下,转身就要走。 阿诚,她突然拉住我,欲言又止。 我回头,疑惑地看着她。 有事,她走近,抱住我的腰身,仰起头。 你最近好像情绪不大好,是不是最近分公司事情太多累了? 她看着我问,累,最近还真是有点累。 因为总想着离婚的时,有点心累。 我今晚没什么事,听郑历书说,公司附近新开了家米其林餐厅,是你爱吃了粤菜,要不要一起去。 她说,我证了下,和她确认,你今晚有时间。 她点点头,有多久。 她笑了,有很多啊。 很多? 真的? 当然了,太好了,那晚上我去公司找你。 我抱了抱她,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不少。 她有时间,那就意味着,今晚,终于可以好好谈下离婚的事了。 然而,晚上,我还是没能等到录音。 她失约了。 下午五点,我刚从供应商那里出来,就收到了郑历书的信息。 录音临时有事,无法和我一起吃晚饭了。 这样失约的是,五年内发生过无数次,我早已习以为常,便将衣服换下来,准备自己一个人的晚饭。 吃过饭,我看了会分公司提上来的几个季度报告,然后拿起手机,想刷短视频放松一下。 然后,我在一个本地热门视频中,看到了录音。 她不是一个人,还有铃声。 两人相向而坐,背景是陆氏公司的一层咖啡厅。 这名博主应该是公司的一名员工,他在视频中兴奋到,来看看我们公司的福利, 下班都能偶遇女神boss和著名的教育工作者林校长在一起喝咖啡。 林校长本人比电视里还要帅呢,好想上前要个签名啊。 视频的发布时间,是五分钟前。 评论区里,一水的都是赞美之语。 美女老板和帅气教师,好养眼,好羡慕博主。 美女,你们公司还招人吗? 我也好想在现场。 我默默地看了半赏,关了手机。 原来,录音失约,是因为铃声。 不知为何,明明我才是她的丈夫,我却觉得,她因为铃声失约于我,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。 即便结婚五年又如何呢? 在她心里,我和铃声,也许压根就没有可比性。 九点半,我终于等到了录音回来。 你晚上吃得什么呀? 她走过来,坐在我身边,竟难得关心起我的晚饭。 我没回答,只是默了下,轻声问她,今晚你有事,是因为铃声来了吗? 她愣了下,似是有些吃惊,又有些隐约的生气,是谁和你说? 我摇摇头,没谁,我刷视频看到的。 半赏,她轻叹了一口气。 阿诚,没告诉你,是怕你多心。 你放心,我和她什么事都没有,我之前有给她那个学校匿名捐赠过,不知被谁走落了风声,她带着电视台过来表示感谢。 她时间比较紧张,所以我就配合做了几个采访。 她在我身边坐下,我和她在公司咖啡厅见的,很多员工都在场。 阿诚,她抱住我的胳膊,我们结婚五年,这点信任,还是有的,对不对? 嗯,明天我应该还能空出时间,咱们去吃那家粤菜,录音。 我突然打断她,我其实并不喜欢吃粤菜,是因为你喜欢,我当初为了能和你多在一起吃饭,才这样说的。 她愣了下,我们结婚五年,我爱吃什么菜,你知道吗? 她没说话,她当然不知道,她也从来没有想要知道。 几个小时隐忍的情绪濒临爆发,我按下朝她大喊大叫的冲动,但还是问出了那句刻薄的话。 所以,你记得铃声爱喝黑咖,爱吃可颂,却不知道自己老公爱吃什么吗? 苏承,她皱起了眉,你对我有什么不满,我们可以谈,但不要把铃声牵扯进来。 果然,我只不过说了一句话,她就受不了了。 今晚,我是有话和你谈,我深吸一口气,转头看向她。 录音,我们离婚吧。 空气大约安静了一分钟。 苏承,录音瞪大眼睛,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? 我知道,离婚这种诗,不是可以随便说的。 我知道,空气又安静了。 半晌,录音突然站了起来。 刚才或许是我语气不大好,但我不过和铃声见了一面,你就要和我离婚。 我沉默了下,感觉好像她搞错了重点。 如果我真要出轨,也不会用这种方式。 我的做事方式,你我夫妻五年,你应该是了解的呀。 她继续,是,我确实是了解她的。 她一向要强,若是想做一件事,一定会做得天衣无缝。 而她想做成的事,也肯定会周密不举,保证成功。 可是,她了解我吗?她爱过我吗? 今晚看到视频后,学生时代面对铃声的那种自卑感又卷土重来, 事实摆在眼前,只要和铃声站在一起,录音她,永远都不会看到我。 可一个成年人,如果这个时候还纠结爱不爱的,未免可笑了。 我只是觉得,结婚这么多年,我们其实并不合适,你也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 我们哪里不合适了? 她自然而然伸过手来。 阿诚,这五年来,你一直做得很好啊,可我不想继续做下去了。 我避开了她的手。 录音的手置在半空,离婚协议未经,苏承。 她突然打断我,不高兴到,铃声的是我解释过了。 我也和你保证,不会和她有任何其余牵扯,你还要怎么样? 她黑着脸,如果你非要揪着今晚的事不放,那就真是无力取闹了。 你一个大男人,怎么像个女人一样纠缠不清? 我会说出口的话,被她噎了回去。 哦,看来今晚是谈不成了。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口气不善,等了会儿,她又软了语气,我这几天真的好累,你不要和我闹了嘛。 说吧,她就起身去洗澡了。 看着她的背影,我张口轻声道,音音,我晚上吃得毛血旺。 她脚步一致。 你知道吗? 那才是我最喜欢吃的菜。 不是吧? 你说啥? 离婚。 第二天,我哥苏恒看完我手中的离婚协议书,两眼瞪得像同龄。 毕竟我和陆英结婚以来,陆苏两家合作加强了很多。 我想了想,既然要离婚,还是提前智慧下,我哥会比较好。 你要是能回来苏氏帮我,我当然是觉得再好不过了,但是怎么就想离婚了? 虽说一开始你们结婚,他有点被迫的兴致在里面吧,但是我看你们两个婚后,不是一直挺恩爱吗? 我哥边说,边挥动着高尔夫球干。 你说什么? 什么被迫兴致? 哥,就是吧,我哥捏了捏眉心,似乎后悔自己一时嘴快,五年前不是陆家需要一大笔钱周转吗? 当时我看你挺喜欢他的,天天往他那儿没日没夜地跑,所以录音代表陆氏来找我的时候,我就小小地暗示了那么一丢丢,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哥。 你,暗示什么了? 我哥不自在地挪开了视线。 那个,我和他说,要是咱们能结成亲家,那资金肯定我是会帮忙的,我待在原地,只一刹那,全身的血液都冰冷凝固。 老弟,我哥担忧地看向我,还有呢,我掐着眉心,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? 我哥欲言又止,老哥,我都要离婚了,还有什么不能说的? 也不是什么大事,就是你们结婚那天,录音的那个前男友来过,我愣愣地看着他,他说想见录音,但当时我怕节外生枝,就说你们两个如今很恩爱,录音应该不会想见他,把他打发走了。 他摸摸头,因为当时在场也有陆家的人,所以录音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,我也不大清楚,原来是这样。 原来是这样啊,我以为他之所以会想和我结婚,是被我打动,是也有一点点喜欢我的。 可原来这场婚姻,是他为了公司,为了陆家,忍辱负重的结果。 五年前血液里的那句话,原来是这个意思啊,苏承,你就这么喜欢我,喜欢到用这种方式,逼我和你结婚。 所以,他和我结婚,但却在我和他之间,生生地画出了一条红沟,他从不允许我越界。 刚结婚时,我总是喜欢给他发信息,想带他出去玩,想和他分享生活中有趣的一点一滴。 可除了公司的事,其余他很少回复,有事也只会让秘书联系我。 慢慢地,我变得话少了,也不再随便打扰他,甚至主要的联系人都变成了正秘书。 我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,他也会在我耳边温柔软语,一遍又一遍叫我阿诚。 我一直以为,这是我们恩爱的证明。 可我曾经提过几次要孩子,他都说自己现在太忙,还不是时候。 现在想来,怕是他从来就没想过和我要孩子吧。 毕竟,我只是他的先生,仅此而已。 昨晚,他问我,他保证不会和林生有任何其余牵扯,我还要怎么样? 是啊,他们二人,在我们结婚那一天,本来是有机会重新开始的。 因为我,他们又一次错过了,甚至可能永远地错过了。 我这个罪人,还要怎么样呢? 可我当初喜欢他,并不是想要这样的。 他和林生在一起时,我虽然羡慕他,也从未想过要做第三者,更别提拆散他们。 我喜欢他,是希望他好的。 可他却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我,惩罚了整整五年。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,却不知不觉,走到了陆氏公司楼下。 公文包里放了你好的离婚协议书,我想了想,给郑秘书发了信息,告诉他我到了公司,来找录音。 我想离婚,我不想再拖下去了。 走到一层大厅,我却见到了林生。 他正微笑着和前台说话,听到脚步声,回头也看到了我。 他比视频中看着要更瘦一些,比学生时代黑了一些,明明穿着普通的外衫和牛仔裤,却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,成熟和稳重。 好久不见,他冲我点点头。 我和他一起去了一层的咖啡厅,没想到在这里还可以吃到和以前学校咖啡厅味道一样的可颂和黑咖,真是怀念。 他笑起来依旧清爽帅气,学生时代,真好啊。 他主动和我聊了这几年所经历的事。 他确实很优秀,当年回乡做了乡村教师后,帮助了当地的很多识学儿童。 如今学校已经走上正轨,他也成了名人。 你真的很了不起,我由衷称赞。 他笑笑,这种事情,人们都只看到光鲜的一面,其实当年,我也曾坚持不下去过。 他端起杯子,喝了口咖啡,其实,你们结婚那天,我曾经来找过录音。 我默了下,没有说话。 我那时仗着被爱,肆无忌惮,任性地做出了分手的决定,伤害了他,但回去真正做了乡村老师,才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真的很大。 很多事情,都比我想象的难得多。 我曾经很多次都坚持不下去,在我最崩溃的时候,曾想放弃一切回来找他,却听到了你们要结婚的消息。 我很抱歉,我说,他震了下,我并不知道你那天来过。 他低下头,没说话,我准备和录音离婚了,我看向他,铃声目地瞪大了眼睛。 别开玩笑了,他突然笑了,这些年,我常能在媒体上看到你,人们都称赞你们是完美夫妻。 是真的,我能问一句吗? 半晌,他轻声道,为什么离婚? 我摇摇头,还能是为什么呢? 因为我累了,我也多想能有个人,能让我仗着被爱,肆无忌惮一次啊。 正在此时,咖啡厅门口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, 阿诚。 我和铃声同时回头,是录音。 他快步走过来,走近看到铃声时,似乎微震了一瞬,又皱眉看向我。 你怎么突然来这边了? 看着他的模样,我一下就明白了。 他大抵以为,我今天是专程来找铃声麻烦的。 音音。 铃声也站了起来,是我又冒昧打扰了,我这边有几个教育公益项目, 就上次和你说的那个,今天刚好我有些时间,所以想和你聊一下。 好,我让秘书带你上去。 说吧,录音便叫来了站在门口的正秘书,带着铃声离开了。 我本以为他会跟着一起上去,谁知他却依然站在原地看着我。 我有些不解,难道他是要支走铃声,在大庭广众之下,和我秋后算账? 我好歹还是他的丈夫。 这偏爱的,也太过明显,太不分场合了吧。 没办法,我只好掐着眉心先做解释,录音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二诚,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? 我愣了下,还没反应过来,他已走进一步握住我的手。 你怎么脸色这么白,手也冰凉? 四周陆续有路过的人工看过来,还不时伴有窃窃私语。 我突然,就反应过来他如此反常的行为是为何了? 我和录音很少在这种私下场合共同露面,他大概是怕我不分场合对铃声发难, 所以先知走了他,再在员工面前和我秀个恩爱, 一脸传出什么对铃声不利的谣言。 我倒是无所谓,反正也要离婚了,帮他和铃声演一演,也没什么不可以。 再者,我不为难他们,离婚也能谈得顺畅些。 想到此,我便抬起头,露出微笑。 我没事的,你和林校长还有事情要谈吧,我先走了。 说吧,我抽出手,拿起包就要走,结果他却拦住了我,你去哪儿? 我,他将我拉近,突然伸手附了上我的额头。 阿诚,你在发烧,我送你去医院。 被录音不由分说拉上车,我其实觉得很无语。 我来开吧。 我说,我们两人在一块的时候,为了让他多休息会儿,都是我开车。 你都生病了,我来开。 他坚持,本来以为他只是找了个让我离开公司的借口,谁料他却真的开车带我去了医院。 没什么事,体温正常,就是你老公这滴血糖,多长时间了。 医生问录音,录音正了下,有几年了,我自己回答,家属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哦,要常给他备着点糖。 医生边写病例边道,这可大可小,除了心肌乏力,严重时也会导致昏迷的。 录音点点头,好,没事的医生,我其实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,我自己常年都随身都带着糖和饼干。 看过医生,我本想早点走,结果录音却缠着医生,问了好多注意事项,好像突然对滴血糖这件事很感兴趣似的。 出了医院大门,去停车场的路上,录音一直紧紧抱着我的胳膊。 去医院折腾一圈,我倒是头真的有些晕,坐上车后,便从公文包里翻出一颗糖,拆了糖纸,放进了嘴里。 车里空气很是沉闷,我干脆闭上了眼,不知开了多久,车终于停下了。 到了,我迷迷糊糊问,红灯?哦。 空气安静了半上,她突然轻声问,怎么从来都没和我说过。 我疑惑地看向她,不明白她在问什么。 身体不舒服,应该不止这一次吧,她将车停在了路边,以前为什么不和我说? 说了呀。 我依旧闭上了眼。 什么? 她震了下,刚结婚的时候,有一周你每天都回来很晚,周五那天我低血糖,从分公司,开车回家路上突然有些晕,于是赶紧停了车,给你发信息,问你能不能帮我带点糖过来。 我笑笑,你没有回我,估计现在也忘了吧,毕竟那时候我给你发的信息太多,忘了也很正常。 还有一次,这个你应该记得吧,我们一起接受杂志采访,记者不小心碰落了我放在沙发上的公文包,结果包里的糖掉了下来。 记者为此怀疑,我们私下生了孩子,但是没有公开,那次采访问题都很刁钻,你挺不高兴的,采访完后专门和我说,以后不要在包里放那么多没用的东西。 为什么没有说呢? 因为你从没给过我机会呀。 而我,又生怕自己这个小缺点,成为让你厌恶的借口。 你不喜欢糖,我就放在包的夹层中,不再让你看到。 你想成为陆氏的掌门人,我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成全你的愿望。 阿诚,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。 我,其实找了一家川菜馆,本想今晚想和你去吃的,他手似乎有些微微颤抖,可你身体不舒服,今晚我们去吃点清淡的吧,好不好? 我摇到头,我回家吃点粥就行,你不用陪我,赶紧回公司吧。 阿诚,我今晚有时间。 他坚持,我免不了好心提醒,可林生还在公司等你。 那种是副总谈就行,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 所以,你今晚真的有空。 他点点头,嗯,有空的。 那,我想了想,你既然有空,那我们直接回家吧,行吗? 他点点头,眸中闪过一丝喜悦,好,我们回家。 我的心情也一下子愉悦起来。 那,等回家后,我们就好好谈谈离婚的事。 后面半程,录音都没有说话。 他其实是个挺敏锐的人,从昨晚到今天,我想,他应该已经明白,我说的离婚是认真的。 到家后,我平静地把离婚写义书拿了出来。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,应该把每一个点都想到了。 我们离婚对苏陆两家都没有什么影响,我会退出陆氏分公司的管理层。 如果你还有想加的部分,你可以加,我们可以商量。 他默默地看着离婚写义书,没有说话。 我坐在他对面,我知道你忙,所以想尽量准备周全,再和你说。 这样,我们可以快一点,也不耽误彼此时间,我不同意。 他突然将写义书推了过来,跌过头。 我愣了下,你是对哪条不同意? 我翻开写义书,纠结到,是股权这条。 这个我已经做了最大让步,在扫我怕我哥那边。 他突然伸手,将写义书按住。 阿诚,我不同意离婚。 他看着我,一字一句。 四目相对,他的表情似乎很认真。 为什么? 问完后,我却恍然大悟。 哦,你是不是觉得,我这五年将分公司管理的还行? 所以怕你下任丈夫做不好,被人非议。 其实你不用担心,只要他愿意上心,就能做好。 想了想,我又去书柜里拿出五个本子。 这些本子里,记录了在陆式公司内部和应对媒体的很多注意事项,还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,分公司的人员情况和构成。 你放心,这些我可以都交接给你未来的新丈夫,然后如果他需要帮助,也可以随时来问我。 阿诚,他突然提高了声音,眼圈更红了。 我不明所以地看向他,你把我们的婚姻当成什么? 又把我当做什么? 你的一项工作吗? 我没说话,只是转头看向了窗外。 怎么可能只是一项工作呢? 正是因为太珍视这段婚姻,为了帮他做好一切,才会这样努力啊。 可如今,说这些,又有什么意义? 阿诚,他拉过我放在桌上的手,你要知道,我们不是工作关系,是同床共枕的夫妻啊。 可我们除了同床共枕,没有一点像真正的夫妻。 他证了下,我们,我们每个月一起吃饭的次数,一只手都数得过来,我和你发的信息,甚至比不上和郑秘书的领头。 我虽然不知道别人家夫妻是怎样的,但我知道,我已经不想要这样的婚姻了。 我轻轻抽出手,录音,其实这段时间,我仔细想过很多,这段婚姻里,你并没什么错。 当初追你的人是我,想和你结婚的也是我,这五年,你没出过轨,是我,一直对这段婚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 日子这么过下去,确实也不是不行,可我觉得,人生在世,我们还是应该和自己喜欢,也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。 毕竟,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,你也会更开心吧。 他愣愣地看着我,自己喜欢。 他愣愣地问,你觉得我喜欢的人是谁? 我摇摇头,我不知道。 但不管是谁,林生也好,其他人也好,都不会是我。 第二天一早,我搬出了家,住回了我婚前买的一个公寓里。 前一天晚上,我们安静对坐了几分钟,录音起身接了个电话,就离开了家。 一晚上都没再回来,离婚协议书被他带走了,我想,他应该是同意离婚的,毕竟对他,也没什么损失。 我左手的结婚戒指,是录音五年来送我的唯一礼物。 我走之前,摘下了戒指,将它放在了床头,才收拾妥当,就接到了我哥的电话。 不是,录音怎么一大早突然打电话,问我你喜欢吃什么糖? 我哥声音无奈,啥情况啊? 你俩玩过家家呢? 这婚你到底是离还是不离? 我愣了下,离。 老哥,我想了想,问,咱家是不是有个小传媒公司,运营得不太好。 我歌恩了一声,好几年了一直不盈利,我打算及时止损,不做了。 那,我举着手机,看向二十六层窗外广阔的蓝天。 给我吧,好不好,傍晚时分,我破天荒地收到了录音的信息。 今晚的酒会,我们一起去吧,行吗? 我看着手机,觉得一时有些恍惚。 这种信息,明明以前都是郑秘书发给我的。 我们各去各地吧,走离婚程序这段时间,我就不住家里,搬出来了。 那边再也没有回复,确实,这才符合常理。 可一个小时后,我下楼准备开车时,却看到了录音。 他不知道在这里等了多久,整个人看着有些疲惫,眼里也有血丝。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憔悴的模样。 你怎么,他眸中似是划过一丝光亮,快步走过来,拉起我的手,却猛地顿住。 你,戒指呢? 摘了,为什么不戴了?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。 我们都在走离婚流程了,不需要了吧? 苏承。 他提高声音,我还没同意和你离婚。 我不明白,你没同意? 你昨晚没说不同意呀? 离婚协议书你不是拿走了吗? 他看了我半晌,眼中突然闪出了泪花。 没说不同意,就是同意的。 阿诚,他抱住我,声音带着哭腔,我不想离婚。 录音说,他不想离婚。 我之前曾设想过离婚路上的无数个绊脚石,比如我哥,比如分公司的管理交接,比如财产分配。 可偏偏从未料到会败在了第一关。 他不想。 我简直急了,你为什么不想? 怎么会不想呢? 这难道不是对我们都好的事吗? 他愣了下,刚要说话,却被一阵按喇叭声打断。 原来是他的车挡了别人的路。 没办法,催促之下,我们只好一同上了他的车,一起去酒会。 结果才坐进驾驶位,我就察觉出了不对劲。 本来干干净净的后座,堆了一个又一个包装袋。 我买了糖,他轻声说,副驾抽屉里也都放了,以后你不舒服,不要逼着我。 说吧,他又补充了一句,家里各处我也放了。 录音,我找了两个不错的川菜和香菜师傅,你以后有什么想吃的菜,辣的也好,甜的也好,我都陪你吃,我也会学着做。 我以后会早点下班,我们一起吃晚饭,周末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,去乐园。 如果让你在意的是林生的事,我也可以解释。 公司这些年确实一直在做教育公益,但选哪所学校并不是我决定的, 而是办公室综合考察后所做的选择,会选到林生那所学校。 我也没有想到,我甚至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 我知道你可能看到了那些信,其实那些信一直是办公室收着的,我并没有比你早看到几天, 只是因为老爷子前一阵子不知从哪知道了感谢信之事, 于是我让办公室整理好,想周末拿回老宅给他看看。 可颂和黑咖,他似是委屈,现在公司咖啡厅的员工,之前在学校咖啡厅工作过, 他后来失业了,我就让他来这边工作,林生以前在学校咖啡厅打过工, 所以他还记得他,也记得他的喜好。 我也许那晚态度不好让你误解了,可我觉得他真的只是一个过去的人, 和我们两个没有关系的一个人,甚至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 录音,阿诚,他打断我,你听我说好不好? 我昨晚想了一整夜,在这段婚姻里,我确实做得不够好, 但是我可以改,知错就改,还是能有一次机会的,对不对? 一直到了酒会现场,我都有些恍惚, 和几个熟识的人礼貌寒暄后,我想透透气,便去了阳台。 谁知却在这里见到个熟人,唐欣,我的青梅竹马, 我走了过去,哟,这不是人人夸赞的爵士好老公? 他看到我,笑着挑眉,好久不见, 这姑娘嘴那是那么不招人待见。 你还好吗? 我知道,她是唐家的私生女,在唐家的处境并不大好。 挺好的。 她掏出一根烟,递给我,来一根。 我犹豫了下,算了,借了呀,万一被拍到,麻烦,递进媒体眼里,我不抽烟。 气,真无趣,她指了指阳台外的大片树林,要真有人藏在那里偷拍, 我就把整片树林给你吞了,你信不信? 我不吃笑了,确实心中也有些烦闷,算了,来一根吧。 这才对嘛,刚才见你那副模样,我还以为你抑郁了呢。 我笑想,你最近,还是没有工作吗? 她无所谓的N了一声。 唐欣,你要不要考虑来我的小公司? 我知道,她其实一向很有设计天赋。 嗯,什么情况? 你不是在路是吗? 不做路总背后的男人了? 她挑眉,我懒得和她拌嘴,拿起手机, 将公司资料发给她。 公司还在重新起步阶段,工资不高,但我希望你能来。 知道了。 她打个哈欠,目光却突然越过我,看向门口。 我转过头,是录音。 我第一反应,是本能地想把烟掐灭。 录音不喜欢烟味。 她走过来,皱着眉看了看唐欣,又看向我。 怎么抽烟了,对身体不好? 她轻生。 唐欣看看我,又看看录音。 你不知道她会抽烟。 唐欣突然出生,她一直会抽啊。 录音身子一致。 姐妹,她走上前,笑着拍了拍录音, 你们结婚有五年了吧,你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, 你该不会还不如我了解吧? 唐欣走了,留下了脸色发白的录音和我。 那个,我只觉得头疼,你别误会,我不是有意瞒你, 这几年分公司事情多,你也知道, 你的几个书摆爱在里面捣乱,开始还是挺不好搞的。 有时候烦了累了,我会一个人在家抽一些, 结果解释完,她脸色更白了。 想了想,我又补充到, 这里刚才我和唐欣看过,不会有人偷拍, 所以,你不必担心会有公关问题。 你以为我担心的,是有人偷拍到你抽烟的样子吗? 她眼圈红了,我愣了下。 不是吗? 她低下头,阿诚,我让你很失望,对吗? 我摸了下,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回答她。 失望吗? 当然是有的。 曾经有多么盼望,自然就有多么失望。 可是失望的多了,也就习惯了。 如今,都下定决心离婚了, 还说些无谓的指责,做什么呢? 我摇摇头,没有的, 现在分公司走上正轨,我也不怎么抽。 所以,你的压力,可以和唐欣说,不能和我说吗? 我愣了下,如果非要说的话,你愿意听? 我问,她点点头。 我现在唯一的压力,我抬头,认真道, 就是,就是咱们的离婚程序能不能走的顺畅。 如果能快一点,就更好了。 这一下,录音浑身都在抖了。 我也很无语,明明是她非让我说的。 半晌,她走过来,抱住我,声音嗡嗡的。 只有这个,不行。 她说,阿诚,离婚,我不行。 从那以后,录音,似乎变了很多。 虽然我还是坚持退出了陆氏分公司的管理, 接手了苏氏的传媒公司, 却总能在新公司收到她的各种礼物。 还有各种做好的饭菜, 当然,还有时不时就会出现的, 她本人。 就像当年我追她一样, 现在一切好像都反了过来。 公司里的年轻人不知道我要离婚的事, 言语间都在夸赞, 说我娶得太太好。 只有唐欣, 自从来了我的公司, 每次看到录音送来的东西, 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。 边笑还边摇头。 一个月后, 公司要制作一个投标材料, 我拉着唐欣, 为一个小细节, 加了好几天的半。 完全搞定的那一刻, 我松了松肩膀, 看向唐欣, 发现她也是如释重负的模样。 她以前做事总是吊锒铛的, 我还从未见过她如此认真的样子。 我就笑了, 唐欣一脸莫名其妙地看了过来。 我笑着解释, 突然觉得我好像意外挖到了个宝。 唐欣轻笑了下, 是我余尊将贵, 来帮你的好吗? 好好好, 我拿她这脾气也是没办法, 站起身, 走吧, 这么晚了, 要不要请你吃夜宵? 那当然好啊, 不过难道今天没人来找你吗? 她顿了顿, 看向门口, 探手道, 你看, 我就说嘛。 我转头看过去, 门口站着的, 是录音。 唐欣懒洋洋地收拾了包, 冲我白白手, 先走了, 记得欠我一顿夜宵。 我点头, 知道了, 唐欣走后, 办公室里, 就剩下了我和录音。 她沉默地走过来, 手里还拎着保温饭盒。 吃饭了吗? 她轻声问, 吃过了, 我回答, 一阵安静。 录音, 我觉得, 话未说完, 她突然撞进了我的怀里, 紧紧地抱住了我。 录音, 我不自觉地浑身僵硬, 你, 你怎么了? 她没说话, 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。 墙上的闹钟, 滴答滴答地走着。 我吃醋了。 半晌, 她轻声道, 阿诚, 我吃醋了。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, 录音会抱着我, 说她吃醋了。 之前你问我,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? 你知道为什么吗? 是因为我没办法去想象, 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模样。 就像刚才, 我站在门口, 看你对她笑, 你们那么开心, 我心底的醋意, 根本只都止不住。 我明明知道, 你和唐欣不会有什么, 可我还是极度地快要疯了。 阿诚, 她将头埋在我怀里, 我真的要疯了。 我抬起手, 静静地拥住她。 录音, 你也有问过我, 为什么想要离婚, 对吧? 她的身子一致, 我做了五年别人的老公, 满心满眼都是自己老婆, 可回头却发现, 我把自己弄丢了。 录音, 我想离婚, 是因为, 我想做回苏城。 我想为自己而活。 我轻轻拉开她, 五年了, 我们好聚好散, 好不好? 她摇了摇头, 眼泪流了下来。 我摸了下, 侧身从她身旁离开。 谁料, 她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, 老公, 只有这一个条件, 其他都不可以。 半晌, 她松开了我的手, 我知道了。 她说, 卸任, 我哥惊讶了一瞬, 随即大笑摇头不可能的, 录音要卸任了, 我把头拧下来, 给你当球碗。 我知道, 陆家的情况, 其实比较复杂。 陆老爷子有两个儿子, 即录音的大伯和录音爸爸。 一开始, 陆老爷子本意是要把公司给大儿子一家的, 可谁知录音的堂哥不争气, 六年前惹出了些麻烦进去了, 于是, 只能由陆音接手录事。 但其他亲戚毕竟对女孩子不服气, 没少在公司里作妖, 每个人都对总裁之位虎视眈眈, 五年来, 我也替她处理了不少类似事情。 手心手背都是肉, 陆音自小并不住在陆家老宅, 和陆老爷子的关系并没有多亲近, 而老爷子年纪大了, 有时也会是非不分。 五年来, 她一个女孩子, 是费了多大力气, 才坐稳了那个位置, 我比谁都清楚, 所以, 她一定不会卸任的。 事实证明, 也确实如此。 在我说过那些话后, 陆音就再没有找过我。 三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, 我全心投身到工作中, 公司的经营终于也有了好转的迹象。 唐欣和其他员工很受鼓舞, 我能看得出来, 这些日子, 她也变了不少。 12月31号, 公司办了个小小的年会, 大家一起聚餐唱歌, 我哥也来了。 行啊你老弟, 果然就像大家所说的, 你就是个经营的天才。 说着, 她就开始得寸进尺, 你是不是也应该接手点集团的事情了? 老爸总压榨我一个人, 你哥我都快累死了。 年会上, 大家都很高兴, 由于我答应帮她, 我哥也很兴奋, 又唱又跳, 平日形象全无。 晚上11点, 大家一起从KTV出来, 刚巧下雪了, 几个爱闹的, 便就地打起了雪仗。 对面, 一个商场大屏幕上, 正在播电视节目。 我哥站在身后, 叽叽歪歪个不停, 一枚雪花落在了我的头发上, 我抬手拍了拍, 再看, 却在那屏幕上看到了录音。 她大放优雅,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。 请问陆总, 此次突然卸任陆氏总裁, 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? 录音淡然一笑, 没什么特殊原因, 想休息一段时间, 陪我老公。 我愣愣地看着屏幕, 转过头, 我哥也一脸呆滞, 与我目光相接后, 他抬起右手, 默默地摸了摸自己的脖梗。 正在此时, 我的手机响了, 喂, 你在哪里? 市中心, 中楼, 我半小时就到。 录音, 阿诚, 你要守约啊? 她的声音, 带着放松的笑意。 等着我。 晚上11点45分, 我在中楼下, 见到了录音。 她踏雪而来, 雪花不断落在她的肩膀上, 发丝上, 朦朦胧胧, 如梦似幻。 没必要吧? 两人相对而战, 我说, 你卸任了, 以后再也回不去了怎么办? 她摇摇头, 轻松一笑, 回不去就回不去。 我摇头, 五年的心血,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? 真任性, 我掐着眉心, 她眉眼一弯, 所以, 你是有在担心我, 对吗? 她又走近一步, 所以, 我还是有希望的, 对吧? 录音, 她伸手递给我了一打纸, 是那份离婚协议书, 我愣了下, 不明所以地看向她, 这三个月, 我一边办理卸任手续, 一边想了很多, 阿诚, 我卸任了, 但我并不想用词强迫你, 继续这段婚姻。 她顿了顿, 离婚协议书, 我已经签字了, 既然如此, 那你为什么还要卸任, 我更不明白了, 商人可不做亏本生意, 我有信心, 即便离开路市, 我也能再造个新的路市出来, 一切从头开始, 反而更有挑战。 她笑笑, 而且我想拿卸任这事, 换别的, 好不好? 换别的?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, 她点起脚, 帮我扶去发间的雪花, 换一个, 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。 她抬头, 我低头, 四目相对, 她的眸中, 满是未曾见过的温柔爱意。 换一个, 录音重新追求苏承的机会。 11点59分, 我在协议书上签下名字。 从此, 我再不是人们口中的那个完美老公, 只是苏承, 是我自己。 钟楼敲响了新年的钟声, 我和录音一起抬头, 看下漫天飞雪。 新年了呀, 我感慨道, 是啊。 那么, 她的眼睛亮晶晶地向我伸出了手。 新年快乐, 苏承, 我是录音, 我看着她, 笑了。 新年快乐, 录音, 我也伸出了手, 我是苏承。 好了,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,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 谢谢大家。 我感谢大家。